來跟大家一起度過這個整個升旗 我覺得其實蘋果百年的升旗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雖然我們平常沒有那麼早期 但覺得這是很難過的一天 那就是因為南校公所的邀約 那我就覺得非常有意義 自己也很開心 尤其是說像我們的話 真的很久沒有在一個公共的場合唱過各國旗歌 那我記得以前比較常唱的時候 可能是像我們明星籃球隊在這個比賽的時候 那我會代表明年來唱這個國歌 那但是那個時候的氣氛是不同的 因為這是民國一百年 那以前那個狀況下是沒有伴奏的 新唱的國歌 那我們這次是會有這個陸軍樂隊的這樣的一個伴奏 那感覺上是很莊嚴的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在元旦洗個澡來參加一個活動 我覺得讓一年的這個朝氣都把它帶出來 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這次是會帶來哪些經典歌曲嗎 可能很多人要期待的 除了我們會唱 其實國歌國旗歌 尤其國旗歌很少人唱 很久沒唱 那但是真的是非常優美的歌曲 我希望大家來到現場可以聽聽看 其實國歌也可以唱得很好聽 國旗歌也可以唱得很優美 尤其是黃志先生作曲的這個國旗歌 大家可能都是聽到演奏 那我希望大家能夠聽到演唱的感覺 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會演唱的是一些像民歌 像草仔手的兩幫手的文化 或者是像這個木典刀 下次也會這樣 那我想民歌是一個台灣流行音樂時代 非常清新的一個年代 非常創作的一個生命的一個年代 所以特別在這樣的一個時間裡面 這個最美好的記憶帶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一百年開始 我們也都是能夠有清新有創造力的開始 謝謝 謝謝